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琪主持 金色年华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的纪录片 叫做《摩西祖母》 那个时候看见满头白发的摩西祖母 在那专心作画的样子 心里面确实是很受感动 她是那么地享受在自己的作画世界里 完全忘了自己已经是年近百岁的老祖母 后来我到了美国 没有想到就在纽约州政府所在地 Albany附近的博物馆 我欣赏到了 二十八幅由摩西祖母亲手画的油画 还有真质画 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叫做Bennington Museum 在里面除了展出这二十八幅的画之外 还展出了摩西祖母用过的衣物 以及她当作画架使用的一张略略倾斜的小桌子 这小桌子的本身还被画上了另外六幅风景画 总之在那儿所展出的每一幅画都有相当浓厚的农村生活的风味 让我说出其中几幅画的题目给你听听 有晒干草的季节 轻柔的绿意 邮差走了 过河去看奶奶 丰树园里的熬堂会 感恩节前捉火鸡 还有出去砍圣诞树等等的 但是听这些名字 是不是就让人觉得挺有人情味的呢 我细心地观赏着她那精细独特的画法 真是想不到 她是将近八十岁的时候才正式作画的 就在她八十岁那一年 她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个人的画展 就此一举成名 以后她的作品就在欧洲 还有美洲大陆到处地展出 墨西祖母一直作画 到一百零一岁 才离开人世 安息住怀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 就是墨西祖母用来作画的器具 竟然是普通的让人难以置信 你猜她到底是用什么东西 来装画笔和调颜料的呢 你一定不会想到 她用的都是我们当垃圾丢掉的瓶瓶罐罐 以及这些瓶罐的盖子 在这么平凡的器具里面 墨西祖母画出了感人心弦的农村生活画面 据说她在年幼的时候 就曾经用过姜果汁 以及葡萄汁做颜料来绘画 没有想到 这份从幼年时候 就深藏在她心里面的活泼创意 到了晚年 竟然发出了异彩 大放光芒 在喧嚷混杂城市生活中的人们 看到了墨西祖母的话 就像是喝了一铁清凉剂 心情确实是变得清新欢愉 墨西祖母的话 真的是老少贤疑 人见人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了墨西祖母的生平 还有她的话 令我们很得安慰 是不是 原来人的老年 可以过得这么有意义 以前我受到一般观念的影响 我好怕想到老年 觉得老年是个没有前途 没有希望的人生阶段 除了比较接近天家这点好处之外 实在别无好处 所以我常常就暗自地祈祷 希望神在我 还没有步入老年之前 就接我回去算了 不过 至今神都没有正面地 答应过我的这个祷告 相反的 神透过墨西祖母的生平事迹 要我好好地思考一下 人到了晚年 真是那么可怕 那么没有乐趣吗 其实不然 我们来看看 在圣经中 神对他儿女的晚年 有些什么宝贵的应息 在以赛亚书46章第四节 记载着 神说 我是你们的神 我要看顾你们 直到你们头发斑白的时候 我造了你们 也要养活你们 我要帮助你们 拯救你们 还有在诗篇第九十二篇 十二节到十四节 那里也写着说 正直的人 要像棕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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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像棕树一样高大 要像栽在上主圣殿里的树 在我们神的庭院中繁茂 年老之时 仍然结出果实 枝叶茂盛 从神的这些话语里面 我们得到了确计 那就是 神绝对不会 在我们年老的时候 丢弃我们 或者是减少了 祂对我们的看顾 不会的 那么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 该怎么把握住 这仍然被神 看为宝贵的岁月 去做些神喜悦 而我们自己 也会开心的事情呢 我想到了 至少有四方面的事情 是我们可以积极去做的 首先第一 那就是 我们可以更专心地 去追求真理 或许我们在年轻 跟中年的时候 因为忙于成家立业 没能够如愿地 花更多的时间 去亲近神 如今该是 可以如愿的时候了 而且千万别以为 人老了 思想没有那么敏捷了 神就会 较少把启示给我们 您从小仙之书 约尔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就会很惊讶地发现 原来神是那么公平的 他不偏待任何一个 人生阶段里的人 在旧约约尔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先知约尔预言 在末世急迫需要神的启示 和带领的时候 神应许要把他的灵 请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以至于老年人 要做奇异的梦 年轻人要看见异象 您看 这有多奇妙啊 神并不嫌我们老 他要用特别的方式 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 所以千万别错过了 这么好的机会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年老的时候 除了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来读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心意之外 第二件我们可以积极去做的事情 就是更多的祷告 有一位姐妹 她十三岁的时候信主得救 活到了一百零三岁 才被主接去 当她过一百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人打趣地问她说 老姐妹呀 你知不知道 神为什么要把您留在地上这么长久呢 这位姐妹充满信心地说 神留我在这里 就是要我再祷告一回 再祷告一回 是的 神留给我们的万年 我们都可以用来多祷告一回 为自己 为家人 为教会 为亲朋邻居 为社会 为国家 为这个世界 祷告的项目可多着呢 至于第三件 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带领晚辈信主 在诗篇第七十一篇 十七节十八节那里 记载着一位老人 向神祷告 他说 沈啊 我从年幼的时候 就蒙你教导 至今我仍然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现在我年老法白 沈啊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向后代宣扬 你的权力和大能时 求你跟我同在 到老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祷告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带领晚辈 认识神的奇妙作为 我们常常听说 父母与子女之间有代沟 但奇怪的是 祖父母跟孙子女之间 似乎就没有什么代沟了 小孙子通常都是好喜欢 家里的公公婆婆 爷爷奶奶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地 善用这份影响力 使小辈们早早地 就清静真神 最后我想再提一件事情 那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那就是 到了老年的时候 不妨也学学摩西祖母 实现一下 未完成的梦想 摩西祖母 童年的时候 就喜欢绘画 但是 家里面没有能力栽培她 后来她嫁了人 做了忙碌的村妇 更没有时间学画了 但是出人意外的 她竟在晚年 实现了童年的那个梦想 而且还成了 祖母级的大画家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也有 还没有实现的一个梦想呢 如果神许可的话 说不定 你可以在老年的时候如愿呢 甚至是根本不必要等到 老年的时候才开始 你说是不是 所以 让我们把握住 神赐给我们的日子 属生儿女的 每一时 每一刻 都是一段金色年华 烟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